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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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不到他用 反而打四后位 不知道是否真的因为对着西巴牙 想打多一点防守球员在后面 后面看到古迪索夫 这位其实上场打左閘球员 而中间打左路的中坚 而前面他还放在桌子上 而后一点看到的高洛云 这位球员就投两场球 比大家看到的 但是第三场球员就休息 这场球特意被他复出 不知道是否因为对西班牙 想加强进攻节奏 很明显 刚才摆出来的阵式 前面摆到桌子上 希望牵制到对方的一对中坚 高洛云就摆明希望这些年轻人 利用他的速度打反击 中场是类似一个三防中的打法 看看这个战术 可否真的能克制西班牙 看见迪亚高哥斯达 今届试了七次的门 三次是命中目标 对对面前锋Soul巴 他更厉害 只起了四个脚 也有两个入球 当然22位Soul巴 他是投锤 他会是Soul巴的关键 1.96米的身高 当然 看到这边就是西班牙国王 帝尼配六世 特意在赛前和西班牙的国家队打气 希望他们可以杀刀进去 决赛 看见他们捧毁 好了 有国王入场支持 看看西班牙 今天能否在作客的情况下 应付到努力尼基球场 这8万球迷的轻声 当地应该现场倒数一起开球 开球了 16强的比赛 红衫 南裤的西班牙 应该莫右工作 对着全白色衣服的俄罗斯 一来就套